柯文哲跟某潮流的恩怨 其實好像頗深 所以他有意無意 都會丟出一些訊息 就是也要來修理某潮流 其實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他的確 他擔任市長期間 他曾經over過這個位置 給韓國瑜 這個我也有聽聞 所以的確是上了三天班之後 結果就沒有下文 這個是你看到為什麼後來 韓國瑜如果有 要跟柯文哲對決的 這種場合的話 他都保留 因為他覺得柯文哲的確 過去對他有提息之恩 但是現在柯文哲主動 再來提起這一段往事 大家認為他要做什麼 因為柯文哲某一部分 他必須已經承認 就是說韓國瑜現在是媒體的主流 就是媒體關注韓國瑜的 比關注柯文哲的還多 所以他策略上 他如果對韓國瑜 有意無意提起這一段往事的時候 對他是不是加分 當然因為柯文哲已經變成是 有韓人士了 就是說他是跟韓國瑜 韓有有 對 韓有有 我跟韓國瑜是有交情的 然後我隨時也可以去看他 我過去也對他百般的尊重 禮遇等等 所以現在柯文只要塑造一種氣氛 就是說他跟韓國瑜是有交情的 是友好的 不是對決關係的 那個對他未來要爭取2020來講 的確是一個有利的位置 因為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現在生死的還是不墜 另外一個 他最近的談話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一定要談國際關係的 他要談美國跟大陸跟台灣的關係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 台灣未來領導人的高度要談的東西 只是說他這個比喻我覺得 其實滿不恰當的 你強盜 他後來自己一直推說 我沒有說誰是誰 你們都在興風作浪 我不曉得是誰在興風作浪 明明是你接受訪談的時候 是電視新聞訪問你 然後你自己主動要去用這個 強盜搶銀行的比喻 有人逼你嗎 是誰在興風作浪 然後講了之後 他又不太敢去對號入座說 誰是強盜 誰是銀行 誰是警察 他要編另外一套故事 給我們聽聽看 對 所以就是柯P非常擅長 當他惹了一個禍之後 他只要事後 就是不承認不對號入座 然後說我就不是那個意思 然後你看 後續其實大家也不太去追究他了 柯P就是有這個本事 從一個爭議當中 很快就可以脫身 然後大家就在關注他的下一個話題 但是他要去談這個 大陸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他當然也可以談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的比喻 是非常的不恰當的 我覺得任何一個要當台灣領導人 大概都不會用這樣子的一個比喻 但是我們要跟大陸保持一個 友好的關係 注意說我們的隔壁 有大陸在這件事情 當然是要注意 它是一個事實 我覺得他可能本意 是要點出這樣的事實 但是用警察跟強盜 我覺得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 柯P想要爭取大位 我覺得他未來在論述 這種比較高度的國際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他要更謹慎 因為出錯 好 你這次這樣子讓你躲過 如果下一次你再用一個 很不恰當的比喻再來一遍 我覺得大家對柯P就說 雖然大家對你印象還不錯 但是你有能力成為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這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就會打上一個 很大很大的問號 所以我覺得柯P想要角逐大位 事實上他該做的功課 還滿多的 包括這一次的訪美 我覺得大家也會高度關注 訪美他到底要去哪一些的地方 他會不會真的進到智庫 而進到智庫他發表的演講 他這一次已經表態成這樣子 就是用強盜搶銀行 我不曉得 所以柯P也是要去美國搶銀行 對 他已經講成這樣子 他去到美國的時候 他到底要做什麼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美方人 是真的這麼關注他的言論 到時候會不會有人如果問他說 請問你那個的比喻 美國是銀行 大陸是警察 然後台灣是強盜嗎 我覺得他那會很尷尬 都變成拒絕往來戶 對 就是這樣的比喻 真的我覺得對他來講 未來他要用這樣的身分 去出訪的時候 其實美方可能對他 某種程度也會畫上一個問號說 你真的準備好了嗎 你怎麼在討論一個 國際關係的時候 這麼的輕率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 柯P他自己的議題 他真的要非常嚴肅面對 我接剛剛王委員的論述 柯文哲之心路人皆知 所以他跟館長直播的時候 故意拋出諸檔 然後跟友台專訪的時候 故意講什麼警察 銀行跟強盜 他是故意的 設計的 故意講的 我特別覺得遺憾的是說 即便剛剛王委員講的我都同意 但是他民調是領先的 我就隨便亂講 藍綠的反應都不好的時候 我就說你們見縫插針 我不要對號入座 可是我民調也是領先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 你們要加油 事實證明 柯文哲是這樣子 柯文哲他說 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他要解決問題嗎 他只有拋出問題 他只有解釋問題 他並不是 就是柯文哲 他不是解決問題的人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他至少有兩岸一架星 那是他的一個論述 但是他沒有解決問題 我比較看待韓國瑜 他去接受日本的專訪 他是高雄市長沒有錯 他比較像是用九二共識 堅定支持者的身分 再向蔡總統提出問題 我覺得非常的好 這個韓國瑜表現得非常的好 他問出了很多人的 我給他看 這是2019年元旦的時候 蔡總統講的 是個必須 必須真是中華民國台灣的 存在的事實 這是一月一號元旦 中華民國台灣很奇怪 大家如果注意聽剛剛謝龍介講 謝龍介都講中華民國 謝龍介沒有在講中華民國台灣 可是我們的蔡總統 他很喜歡用中華民國台灣 這是一月一號的元旦 請大家看前幾天 花東防衛司令部 三個堅定 我們要堅定守護 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與安全 你看又跟謝龍介不一樣了 謝龍介是中華民國 我們的蔡總統是中華民國 他還在教台灣 很奇怪 因為觀眾朋友 不是我斤斤計較 這個意思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看去年的這個 薩瓦多斷交記者會 中華民國台灣還在這裡看護 還有看護 有的時候有看護 有的時候沒看護 我都有點迷惑 到底我們是什麼 所以我要跟觀眾朋友解釋說 這個觀念是不一樣的 謝龍介講的中華民國 是我們的國名跟國號 蔡總統發明的中華民國 跨護台灣 跟中華民國台灣 你翻憲法是找不到的 憲法沒有中華民國台灣 也沒有什麼跨護台灣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因為我跟觀眾朋友 我們很奇怪 你看這是2016年蔡總統 第一次國興大會的演說 台灣講了19次 這個國家講了8次 中華民國只講3次 他不愛講中華民國 他寧願講這個國家 他也不講中華民國 你看剛才龍介那邊說的時候 說幾次中華民國 差是差在這裡 我分析給大家聽 這是2016年 剛剛2016年對不對 還有2017年2018年 觀眾朋友你自己看 他講中華民國次數幾次 三次 六次 四次 他很喜歡講台灣 他不喜歡講中華民國 然後去年他發明了 我剛剛講的中華民國 台灣要講兩次 這就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不愛講中華民國 那原因是什麼 2010年 台教會的活動 台灣教授協會 那是非常綠的一個獨派團體 他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你為什麼要去選個 流亡政府的總統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那你是什麼 你流亡政府的總統嗎 2011年要跟馬總統 要投票投票之前 他說我們可以包容中華民國 我們 他前後文就是 我們民進黨可以包容中華民國 那就是你比中華民國還大 民進黨可以包容中華民國 我明天就加入民進黨 你比國家還大 那你到底是什麼 民進黨可以包容中華民國 這些都不對 所以我們在看韓國瑜 提出這些疑問 蔡總統沒有給答案 我們最奇怪的地方在這裡 這是主持人 我心中一個門檻過不去 不愛講中華民國的 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務實的台獨東諾者 可以當行政院長 我們這個國家很奇怪 所以我們的國家 雖然我不是釋非對錯的判斷 我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國家裡面來保護 我們是沒有共識的 我呼應剛剛龍傑兄講的說 你們不談九二共識 你要談什麼 我用一個問題 來當作我的結論 請問觀眾朋友 為什麼我們去東京用護照 為什麼我們去北京用台報證 你不是不要九二共識嗎 你不承認九二共識也沒關係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去東京用護照 要去北京用台報證 兩岸關係你要怎麼走 什麼叫強盜搶銀行 我覺得如果要講得不好聽的話 我覺得李敖講得還比較貼切 就是我們當狗 還要自己自付狗糧的費用 跟那個貶賬自己買差不多 對 這個才比較貼近事實 不是嗎 現在就是說這個情況是這樣子 你如果說強盜搶銀行 好歹我們還搶到了錢對不對 我們沒有搶到錢 我們還要付錢 然後你怎麼用強盜去搶銀行 這件事情來比喻 我覺得非常的誇張 我們在美中台三邊的關係裡面 我們是最弱勢最小的一方 所以我們只有被兩大擠壓的份 你怎麼會覺得 你可以搶得到銀行 不管他們兩方 各是警察還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最後被壓榨的 永遠就是台灣人的利益 我認為以這個強盜來做比喻 還不如用蔡政府 是以一個賭徒的心態來做比喻 賭徒的心態其實更貼切 於蔡政府目前的行為表現 也就是說在美中台的三方關係裡面 今天的賭贏了 就是我民進黨全拿 因為你可以看到 從各式各項的人事任命裡面 蔡政府都打破了過去 所有文官任用的制度 都是不斷的去塞自己人自肥 所以今天他只要靠著 兩岸關係的對衝對撞 他拿到賭贏了是民進黨的利益 賭輸了是全台灣人共同賠償 今天就是民進黨打的算盤 不就是如此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的講話 雖然這個比喻不是很恰當 但是我認為 對照起韓國瑜跟柯文哲兩個人 我認為至少他們兩個人 是目前非常看得清楚 整個形勢 希望要把蔡英文政府 讓他去踩刹車 他絕對不可能這麼做 所以柯文哲只是想要在這一點上 突出來 他比蔡英文更了解台灣目前 所處的地位是何等的危機 我覺得他要講的只是這樣子 他可能講話太快 所以用一種非常不恰當的比喻 完全親美的結果是什麼 剛才講的當然比較不好聽 像李瑤講的就是自備 當狗還要自備狗糧 看看印度最近的發展 印度最近發生了加爾各達大遊行 為什麼 因為印度境內的經濟非常的疲軟 他的農產品一直價格不斷的下滑 他不是不斷的在靠向美國嗎 不是在跟蘇俄之間 美國要求他表態以後 就跟蘇俄全面劃清界線嗎 全面靠向美國的結果是什麼 是美國要求他在阿富汗戰場 付了8000億美元以後 要求印度要支付25% 完全無視於4 5月印度的大選 親美的執政黨可能會節節敗退 可能會輸得很慘 這個就是當美國盟友的下場 也就是李瑤講的 當了狗還要自備狗糧 我管你國內面對困境是什麼 我美國利益最大 所以今天你全方面 靠向美國的結果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你能夠恢復以前的 共同防禦協定嗎 還是美國人會重新跟我們建交 跟大陸斷交 你什麼都得不到 你只是拿賭徒的心態 去拿全台灣人的利益 下去賭一把 賭贏了是你民進黨贏 賭輸了是全台灣人 共同承擔